今天,点哥刷到了一条好新闻,相信这时候塔克和拼多多的卖家,们已经在家里华贵庆祝,据NBA球鞋品牌专家Nick DePolar报道,NBA今赛季将取消球鞋颜色限制, 也就是说,NBA球员在新赛季的任何时候,都可以穿任何颜色的球鞋比赛,在NBA过去的72年历史中,球员的比赛使用鞋一直受到各种限制,所有球队的球鞋都必须有至少51%的白色或者黑色,另外可以加入少部分球队传统的颜色,但也让取决于主客场。 最经典的案例,莫过于耐克帮乔丹交罚款,让老流氓继续穿AJ比赛。 事实上,联盟在过去也做过类似的改革。 2012年,联盟加入了主题业计划,和球鞋公司联合推出了配色球鞋,而在颁发总冠军戒指的比赛日,金色的配色也被允许加入。 加入,实际上,这两年颜色线令已经名存失望,也就只有太夸张,的才会被联盟警告或者罚款。 尤其是耐克与NBA达成8年10亿美元的赞助合同后,迈克在推动球队和球员的表现形式上,非常有侵略性。 改革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,尽管借鉴了球鞋配色,但诸如尖锐的突出物件或是反光元素,仍是被禁止的。 此视频当初在CBA赛场上穿过的这双具有中国特色,能把整个商业亮相的球鞋,会出现在NBA赛场上吗? NBA彻底放宽球鞋颜色佩戴,最大赢家莫过于邪王塔克,邪王塔克的大名,相信大家,已经如雷贯耳了,他只印生涯的一半薪水,几乎都是用在收藏球鞋上,人家是用鞋柜放鞋,他是用帮子放鞋的,来看看他在火箭更衣室的球鞋。 据说他每场比赛,前,都要准备二十双球鞋作为选择,更过分的是,邪克的珍藏版球鞋都是上脚比赛的,各种sample限量,元年等重爆款式,上脚就试感,一点都不怂。 Air Jordan,无码2PE被邪克穿慢,的珍藏版球鞋也是不胜其数。 元年版的Mighty Awesome Generation,元年,版的Air Jordan,是Ars Loot Game,元年版的Air Jordan,三罗Chartney,联盟,取消球鞋颜色限制,邪克新赛季更加可以为所欲为了,那些不让女朋友踩着AJ上亲吻自己的,AJ鞋底不能碰到地板的,有着哈喽AJ是没有灵魂,比起曹克都弱爆了,对球鞋的真正尊重,就是穿着他上场。 就像点哥对我的那双,保罗十一代战靴那样,不断叫绝不下场。